我們那個費用又先撥 本來公司要打的時候只打到50公尺 我在市場市會議的時候 既然有疑慮 打到100公尺 所以在未來我們今天是上網招標 我們大概要做兩個半月 到時候賺的時候 出來以後當然要資料整理 大概預計四個月後 詳細的地址資料會變成 我們要打100公尺要打12支 50公尺要打8支 會做那個畢生狀態 所以整個這個出來以後 到時候結果出來以後 我們會上網公告 也就是說 倒幣可以蓋多高 或是可以容積力多大 其實現在講的編字太早 甚至包括那個捷運線 R03的位置 這些東西 恐怕我們相信的地址資料最好 有時候還在做一次檢討 所以今天來 今天來最主要的問題是 收集大家的意見 這個意見不管你怎麼講 最後還是要按照專探的結果 來做最後決定 因為如果這兩個是破碎地帶 只能蓋那矮房子 也不能蓋太高 蓋太高地震來就倒了也沒有用 所以四個月後 我會帶資料來跟你講說 最後結果 這第一點 再來齁 現在還留下的那一棟是這樣 六棟拆到剩下一棟齁 坦白講齁 有的時候要拆 有的時候不要拆 有時候當市長搞到最多不曉得 聽誰的 那個齁 有人想要拆 也有人出來拉白褲條 說不能拆 現在你們也有時候要拆了 我那時候 蛤 我跟你講 其實我已經很狡猾了 我就六棟拆五棟 有一棟 有的時候 都個兩邊都可以交代 你知道 所以我想是這樣 先這樣 這個可以討論 因為當時要來拆的時候 也有人說 什麼他是蚊子 我現在很怕那個蚊子分子 不管我去南港去哪裡 我都 都怪手還沒進去 那個就來拉白褲條抗議 也是一大堆 所以他拆這個也是很多人抗議 我想那天來拆一定有拉白褲條 所以六棟拆了五棟 留一棟我也是擺在那裡看看 我是有點想拆 但是也要沒有人抗議我才敢拆 這個我跟你講 不是蚊子分子很可怕 這個是先這樣 這一棟先丟著 那要怎麼做 可以討論 到時候就說 如果民意都要拆 那 不過 目前他是沒有具備文字身分 是可以拆的 到目前為止 不過是這樣 我們台北市政府文字審議 還是公開公平 還是 也許居民想拆 可是如果那些學者 他說不能拆 我會不能拆 所以我想這樣 那這一棟先 暫時這樣 反正這個房子要好幾年再蓋得完 在這一段期間大家可以討論 如果大家都說要拆 那就拆 如果說 有專家學說不要拆 那有時候市長也要稍微聽一下人家意見 所以這個 拆不拆到時候再決定 所以我想是這樣 你看我們四個月後可以確定可以完成全部鑽探 好了 大概明年二月就可以這樣 好 明年二月 我們會公布全部那個地址鑽探結果 到時候 那時候才會確確告訴我們說 這個房子要蓋多高 工具力可以拆大 目前這個是 假設可以蓋 那如果鑽探結果是說不行 就要往下降 就這樣 地址的事情 太重要 它是科學 我想要請捷運局 說明一下 他們先行的時候 對地址這個事情的考量 謝謝 市長 各位在庭廣聽大家玩 有關捷運線 其實我們這個 就是到R03到廣子這邊 我們其實早安過八十萬年的手續規劃 但是當時就是因為考慮到這邊有鑽探 所以我們的捷運線 就先做到向下降位置 好 那等到就是八年九二大地址之後 因為中央的地址所 也在做一次的地址調查 發現說這邊已經不是那種鑽探 所以捷運 後來才在 繼續研究 就是說繼續在向中延伸到廣子 所以當時我們已經有考量過這個 這個地址的問題了 所以目前來講 我想 我們相信中央 這個地址所上所做的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新一線封面段 也在九九年合定了 那 這大概四年來以後 我們真的這個 就是出入口 要做路均華地址 這樣子的部分 我們也努力這麼久 所以現在就是 旅關於正在喬治化呢 中央也在去年九月合定了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 也在展開設計 當然其中這個R04戰 就不會贏過一些技術 所以現在就 不在設計 但是R03這個戰 是 我們會繼續做下去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 是 就是說 因為 這個是大家所關切 因為結尾 這個 新一線東延伸 就從新一線的延伸 高運量的路線 所以會延伸到廣子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 叫 市府長官的指示 就是說 現在來做什麼設計 我們是希望說 在明年初主辦發包 然後希望可以在明年六月就動工 那 當然動工以後 完工的話 我們行政院合定的期程 是在英國110年號 進化期程 所以 因為這個期的運行 因為我們真的有相當大的困難 大家知道就是說 其實因為它在道路下方施工 在施工期間 它一定要為此交通 然後在就是說這個地方 因為它道路的快度有限 就非常的 就是說有些地方就18公尺 當然這條運動前 對 那有些地方就23公尺 就在施工上來講 就是比較難做 然後就是高運量的車載 所以 我們會盡量的加速它的施工嗎 好 謝謝 好 那下一位我們 葉春棟